小心翼翼拖掉车辆 拖掉业者最怕遇到低底盘 或是名贵跑车 就怕刮伤惹出争议 明年元旦起国道拖掉费 超跑条款即将上路 只要价值超过2000万元新车 想拖掉底盘高于15公分 收费14000元 若底盘低于10公分 刮伤几率高 拖掉费要2万元 希望收费合理化 增加国道车辆的拖救效率 明年元旦上路的交通心智 还有这一项 我做系统就是辅助而已 为什么叫辅助 人才是重点 手一边紧抓方向盘 目光一边四处张望 就怕有东西落入视线死角 为了解决安全问题 明年元旦起 大行车得加装视野辅助系统 包括左右镜头 可显示两侧车身影像 或右前侧装设雷达警示系统 以及显示四周影像系统等安全设备 若定期检查未改善 可开罚1200到1800元 最严重将掉扣驾照 不只大行车 机车族的安全 政府也要把关 你不要拉龙头啦 用油门油门 好开左手慢灯 根据调查 参加机车驾训班的骑士 违规率减少7% 政府下令 明年机车驾训班不住金 从1000元调高为1300元 限量1万个名额 鼓励机车新手考照前 接受正规驾训班训练 另外交通部为了飞航安全 规定民航客机 明年起不得使用超过26年的高龄机 加速捞救机型的退场机制 也把现有的地震阵度 五级六级 细分成五弱五强 六弱六强 贴近民众真实感受 增加防灾应变能力 多项新智 明年上路 民众可得看仔细 结束后报道